además 這一塊土地 你看看起來就有點像恐龍 像恐龍 我們的彦部長能夠統一的話 是能夠把這塊土地 是看委託我們縣政府來經營 或是把這塊土地捕給我們先政府來經營就可以 那麼我是想把這塊土地喔 規劃 就是九九峰啊 侏羅祭 公園 那麼 我想啊這個 恐龍是一個非常喔 有吸引力的動物喔 我是認得將來 這個喔 我們來創造一個 侏羅祭 將來啊 一定啊 建造完整啊 之後啊 一定啊 可以給憲政府至少一年啊 有五億的收入啊 這塊土地啊 21.4公頃啊 創造一個啊 九九峰 侏羅祭 恐龍公園啊 那麼我們現在的科技喔 以現在的地理環境啊 把它創造世界級的啊 一個恐龍教育公園 我相信啊 憲政府啊 一年的收入啊 淨賺啊 我相信至少 五億以上啊 向委員報告 呃 委員剛剛講這個 侏羅祭恐龍公園 我本來是以為說 裡面有沒有一些植物 或者是 呃 跟恐龍相關的 但是 看起來好像沒有 沒有 裡面沒有 就是貿易的森林 因為那個面積看起來像恐龍 對 那麼九九峰啊 它本來九九峰的 風景是很漂亮的 那麼九九峰那個造型啊 也有一點像恐龍 所以我想啊 觀光景點啊 是要靠創造 不是它自然的 自然裡面有什麼 存在的歷史價值 我想這個是沒有 那將來我們這個 台灣省啊 只有一個 這個 侏羅祭恐龍公園 相信喔 我們把它創造 非常有科技的 我們不要破壞它的 大自然環境 能夠把它創造出來 絕對有看頭的啦 這塊地呢 它總共二十九公頃 但是我們是經過 完整的環評的程序之後 決定其中的四點八公頃 開發成為 最低開發的 藝術生態發展區 所以這點我們 你們四點八公頃 我們不用 但是如果您現在 這樣的新的構想呢 當然我們都是可以 帶回去參考的 那如果有 更進一步的建議的話 它還會經過 再下一輪的 會有環評的這個措施 我是希望我們文化部啊 來協助縣政府 能夠把這個 創造台灣 唯一到 前國沒有的 一個侏羅紀公園 委員我們一定好好的照顧 這一塊地方 那現在才 今年八月才剛剛開發出來 那個四點八公頃的 藝術生態園區 那透過這個四點八公頃的 很好的經營的話 會讓人們去親近它 也會用到那個 二十一公頃的美麗的森林 我想是可以互動嘛 因為這個我們也不破壞它森林 尤其恐龍 它森林都在森林 我們不破壞 就是依照現況 來把它 佈住就好